秀宇区检察院召开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11月4日上午,秀宇区检察院召开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党组书记、检察长吴立仙主持会议 会上,吴立仙检察长带头做交流发言 其他班子成员结合前期调研 分别介绍了各自选题 报告了调研开展情况 调研发现的突出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交流发言后,吴立仙检察长总结并强调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学思建物的自觉行动 继续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 真正在学懂弄通作时中改造主观世界 加强党性修养、做好本质工作、推动工作发展 二要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整改落实的具体举措 高度重视认真对待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立足自身实际,结合具体工作 切实抓好整改 突出调研时效 做到调研与抓落实相结合 重视调研成果的落地见像 着力把调研成果转化为履直尽责 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 推动各项检查工作上新台阶 北关于传心 节奔刀 在 center 高度重视 employer